明天时的 他愿你与你做梦子 他愿你做梦子 他愿你做梦子 风声 水声 鸟鸣声 远远近近 满幅层次的大自然的纵鸣曲 缓缓流过的水面上 映照着惊奇的慈悲 放射屋顶 门前空地 辣椒红艳的色彩 铺沫般挥洒在一片碧绿古朴之间 忙着农士的农民 一脸笑意地跟索着 饱满的稻碎 启迪谦逊的人生姿态 不丹人民 普遍让人留下生活过得很快乐的印象 那是因为 他们用一种道德的方式在思维和处事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幸福 圆满一天的参访行程 到达住宿饭店 大家赶紧布置晚上失时的坛城 在房间 顾登的每一天都会在饭店举办诗诗法会 招请十方各界无意王魂前来法营 好暖安顿 并投降法乐功德 宣布一下 如果各位现在要马上任养都可以 今天现场的养有26只 10只大养 1只1万元 讲的是不担钱 另外8只中的7千元 5只5千元 3只小羊3千元 所以各自你可以任养 还有8只猪 有5只大的猪 1只3万5千元 如果你猪肉吃的多了 你就就大的 2只中的2万5千元 1只小猪1万元 现在开放任养 好不好 抢救 这样功德最大了 另外 他们送来4只牛 免费的 大家感谢他们了 4只牛免费的 是由他们当地的人 知道要放生 捐出来的牛 然后呢 运费 运费 运到这边来 5万1千 工人费用 2万4千 所以合起来是50万 50万的不担钱 在普纳卡饭店进行施食仪轨前 师父宣布了 今日有救护生命的福田 在大众发心 几字下 有26只羊 8只猪得到救护 当地居民也发心放生四头牛 大家要生起惭愧心 过去我们在无名无知的时候 也吃过牛肉 吃过羊肉 吃过猪肉 所以我们要虔诚地向他们忏悔 就像我们杀了人家儿子 要向人家父母忏悔一样 然后呢 愿他们业障消除 各位等下亲自给他们喂喂草 那至于猪呢 反正什么都吃 然后呢 你给他结个缘 等下我们年六十大名咒的时候 我给他吃 然后给他转转金凡 愿他用脱离三恶道 生生世世 他来投胎 一定很欢喜看到你 爱与慈悲的耕耘 真正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 在不丹境内 日日随着行程前行 也在不同地点 都结下了善缘 好 大家赶快出来看这只白猪喔 这只白猪对面要放生 它就开始叫了 所以他们终于把它买回来 它自己就上车了 那个白色的这个猪 我们简单讲一下 它的今天放生的那个原因 本来他们今天是说这边 河流这边的一个乡村里面的一些养住的人 他们没有想到要去河流的对面 就是没有想到河边的另外一边要去说猪 但是他们在说这边的时候 听到河流那边 一直在叫一个很大的猪的这个声音 所以他们立刻就听到了说 他以为是别人在杀猪 所以他们赶快地去那边的时候 没有人杀 所以他自己一直在叫 所以他认为觉得好像他知道 就是我们来放生 放这个放生的猪 所以他们就买回来了 那所以而且他说他放车子上面 其他的猪都大概花了两个小时 一直在那上面 那他的话很快他自己就 对白色的那个猪 他自己就上来了 所以他认为觉得是 这个猪跟你们有缘 他知道你们是来放他的 所以非常的感谢你们的护士 大家跟着念来 当愿所有牛猪羊众生 一切畜生到众生 孤魂有情德 同享功德 归一三宝 归佛 归法 归一身 归佛 两族准 归一法 离遇准 归一身 众中准 归佛 不惰地狱 归一法 不惰恶鬼 归一身 不惰畜生 愿三宝加持 慈悲护念 所有牛猪羊 动物有情 男女孤魂 愿情在主等 勇为三宝弟子 从今日 来自未来 不再伤害众生 保护一切生命 皆共臣佛道 归佛境 归法境 归生境 归佛境 归佛境 归生境 归佛境 归法境 归生境 好 各位再把你的法号 布施出来 愿他们都有一个法号 我今天取的叫慈悲 愿他们生生世世为慈悲的画现 所有参与法会者 家中眷属 父母长辈 所有病苦者 同享功德 罪障消除 消灾严寿 同臣佛道 好 他们车子要先开走了 我们要继续赶快火供烟供 大家怀着依依不舍舍眼睛 看着这些众生好不好 愿这些爸爸妈妈 六亲眷属兄弟姐妹 安享天年 然后马上我们要做火供烟供 在所有的罪业里面 烧身的罪过最重 在所有的功德中